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听起来太过玄幻 就连最夸张的网络小说都不敢这样写 可这样的经历却真实地出现在我国的历史上 出现在那战火纷飞的南北朝时期 陈庆之就是那时一颗最耀眼的将星 陈庆之早年经历十分漫长 从出生到童年 青年甚至中年都算是陈庆之的早年经历 因为他的早年经历 基本就是一个好好学习 然后当一个文职人员的故事 毕竟他出身寒门 穷习文夫学武不是说说而已 而他其实并没有得到正规教育的权利 只是宫内的一个小小书童 不过陈庆之毕竟是陈庆之 当个书童也比别人耀眼的多 梁武帝萧衍就对其格外赏识 在萧衍自立位帝之后 年仅十八岁的陈庆之就被命为长 管文书的主书 陈庆之在其位也是尽职尽责 但他的心却躁动不安 好男儿志在四方 这样混乱的一个年代里 他希望自己能走上江场 为国家建功立业 但是由于出身贫寒 他一直没有什么机会 只好默默努力 就这样一直努力了二十几年 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机会 四十一岁 这是陈庆之出道 或者说走上江场的年龄 有人说这是传奇的开端 但我却觉得陈庆之的传奇 打通出生就开始了 陈庆之刚一出道 便以一场漂亮的夜席战拿下了首胜 只带了二百人 便击溃了卫军的先头部队 从此拉开了他以少胜多的传奇经历 之后 这场战争持续了一年之久 打第一从将领到士兵都不愿打了 打完这场仗 就回家结婚这种愿望许了都不知道多少次了 双方都起了退却的心思 陈庆之一看这哪行呢 当即率领精锐突破十三道营领 中大获全胜 史料记载 卫军的尸体甚至堵 塞了淮水的支流 而真正将陈庆之捧上神坛的 却是一次堂次之举的北伐 简而言之就是 北海王元号将梁 萧衍派陈庆之率兵七千人北上驻元号称帝 而这一次感觉没什么意义的北上 却成就了历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北伐征程 陈庆之的七千白袍军 所获战果简单说出来 却最是让人惊心动魄 公三十二城 所在接客 历四十七战 所战皆解 孤军千里沙进洛阳城 其所面对兵力从七万 两万 七万 三十余万 五十余万 合计近百万兵力 而陈庆之永远只以七千白袍所应对 全上 一时间 北朝街檀陈变色 城中同窑曰 明师大将莫自老 千军万马必白袍 历史细节已无从考证 我们真正想知道的 其实也不是这段历史的真实与否 而是让自己的心中有一个英雄 就像齐天大圣孙悟空一样 白马叹花沉庆之 是每一个男人心中的英雄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则 人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